花油给我寄来一个野生下餐庄的桂花 说让我帮他给养一下 可能这个花油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不会上盆 接下来呢咱们先开箱 另外有一个事要跟大家说一下 野生的一些植物呢我不建议大家去触碰 百年以上的野生植物都是保护植物 千万千万不要弄 尤其是兰花 野生兰花都是二级保护植物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像这种东西呢少碰 尤其是咱们想养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为了看花 就买一些个能开花的就行了啊 别去追求这个东西 好话不多说先开箱 带了一根 他送了一根是吧 已经修剪过了 不需要二度的修剪了 下来就入盆了 好 卤盆 咱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盆景盆啊 由于咱们没有盆景盆啊 这个就是我们种菜的一个盆了 就用这个种就行了 盆选完之后呢 咱们就现在就研究土了 土的话 我用到的是泥碳 泥碳一半 用了一片泥碳 就会参拌一下 然后呢 参入一些颗粒进来 颗粒呢 我就不再选择以珍珠盐为主了 以珍珠盐为主的话 它太轻 没有固定性 我放入了一少部分的这个 露灶土 因为咱们在种老庄的时候啊 有的话我也看到过 我之前有用纯的一个火山盐 好吧 露灶土由于比较贵呢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 可以用露灶和吃玉 你看这样参完以后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土啊 透气性要比以前更好一些 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 但是呢 现在这个透气性还不够 固定性也不够 我再加入一些火山盐进来 对于掺土配土这一块呢 你怎么掺它都会有质疑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 每个人对于这个养花的理解也不一样 还有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 餐土配土呢 它也不一样 然后呢 如果说大家不想要去买土的话 大家直接用沙子就可以了 用沙子去养老装完全OK 没问题的 沙子啊 掺一些服务 煮的都OK的 像我的一个餐土呢 就是根据我现有的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棚里面呢 用到的泥炭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呢 我这个泥炭土的取材就比较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一个配处 重量也很OK 透气性也很OK 颗粒呢 可能占的还是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 但是已经够了 差不多了 我下面呢 又给它垫了一层做底床 如果说大家用纯的一个火山岩当资料 也OK的 但是你底下呢 我个人建议垫一层那种 比较保水的当底床 我现在呢 给它掺拌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颗粒度还差那么一丢丢意思 于是乎呢 我用的是这个很透气的当底床 也就是垫底嘛 然后我大概的比划比划 比划的时候 你看 它老是倒 也不能太斜了 重的太斜了也不好看 是吧 这样也差不多哈 好像就是这种导着来的是吧 就这种导着来的话 咱们就这种导着动吧 加土 先垫入一层底土 这种装的时候 就不要加什么底肥了先 然后比划比划 这个盆子 就是不要埋得太深啊 这个根 你看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对吧 你自己揣摩揣摩动的时候 然后呢 我下面 先给它垫个笼 高高的这个笼起来 因为它下面的根系 容易接触不到土上 看到没 我先打个笼起来 哎 这样再把它往下 哎 大概其的感觉是这种了 这个时候了 就往里面下土就好了 大概这种感觉 把所有的土都过来 所有的土都过来 都过来 都过来 这么高的 还不准备 都过来 没有 都过来 拿给 其实在广西像这种庄随便种 随便用个土种上它就活得很好 为啥呢因为在咱们南方 它就是空气湿度会比较高 但在咱们北方它就不一样 北方的话的空气湿度是达不到的 北方的空气湿度就差很多意思的 大部分南这个都从云南里边过来 对大部分都从云南的门过来 所以说我跟华尔迷就说 限量的就是这种东西呢 不是说的不好 我不建议大家就是 去破坏生态环境的去搞这个 好了 好了 我剩了一些火山岩 我给它做个铺面 这回呢我把这个火山岩 做一个铺面好看 这个就是为了好看 而火山岩价格也不够 做铺面还是那句话 一个就是好看 再一个是增强固定性 浇水的时候方便管理 其实这一小根留的也不好看 对吧 留一根吧 留一根看着 老庄的一个生命率是很强的 很强很强的 然后我这次铺面啊 用到的是纯颗粒 大家一定要get什么事呢 就是你用的土 它保水性比较好的时候 铺面就一定要让它透气好一些 如果说呢 你用的这个铺 用的这个土啊 排水性特别的棒 那你就得想办法 让它增加一些个保水性 这个保水跟透气之间 它有一个结合点 所以说这一个点是很难去结合的 好了 接下来咱们种好了 种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不用什么肥料了 不用肥料了 给它 浇水 然后那咱们往水里面加一些生命液啊 这个铜比较大可以略微多加一点 不用很多 它就是一个要引子 可能的话就是为了着急上的生命 加入大量的生命液 这个非常不理智哈 然后呢 我是准备往水里面加一些杀菌的预防之后的烂根 多菌磷这个呢 我嫌它白 不吃不能用啊 可以用可以用 完全ok的 我这嫌它到时候弄的哪哪都是白 我就加入的是这个仙帕的小粉帽 它是一个密定核杆类的抗拧素 就稍微来一点就行了 预防一下嘛 是吧 像大家没事的时候 浇水的时候也可以往水里面加两滴这个东西 好了 接下来就浇水 你看铺面以后浇水 它就不用担心冲的土哪哪都是了 一般你不很暴力的浇 它都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渗水性就很快 有人说这个泥塔 这个饱水性不行 这个这个倒水性不行 在那呢 你怎么这么笨呢 嗯 那个小麦在地里面哪有直接吃的 你不得做熟的吃是吧 做成面包 做成蛋糕 哎 包上水饺 你得想办法 一天到晚拿着那些个理由 拿那么多理由 兔兔的一边水 再两天就开始升温了是吧 嗯 越热越好 其实 太冷了不行 越暖和也好 你看浇的这个 下面全是这个脏水流出来的哈 好了 现在呢 就弄完了 到时候呢 给它套个袋也行 温度低啊 空气干啊 就套袋啊 温度不低 空气不干 就可以不用套 它也能涨出来 现在这个季节呢 基本上不用什么了 春天万物复苏 这个就直接增到咱们通道里面 就避一下强光暴晒 好吧 夏季高温的时候避一下强光暴晒 你像这个时候广西的话 我最有发安全啊 我广西我自己弄太阳底下一动就火 因为广西相对来说比较潮湿 它还会用到抽湿器 那咱们山东地区就不存在了 这个袋可套可不套 现在这个季节啊 可套可不套 好了 这个老庄呢 就这样了 那这个老庄呢 就简单的就处理成这样了 然后呢 过着时间就等它静等它开花 长一二什么的就行了 等长出来差不多 长个两三个月 跟长嘛 就给花有机会去了 老陈了 白了 如果说大家想看什么开心 或者说想要什么记忆啊 都可以联系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我最沉一 拜拜